记者郑伟齐台北报道, 现职中央研究院环境变迁研究中心主任的王宝冠, 今日获选成为新科中年院士, 王宝冠表示, 做研究对他来说是一种乐趣, 美国很多朋友也都说, 做研究还会有人来付薪水, 真是太神奇了, 因为研究本身就是一种娱乐。 且现在研究领域生生不息, 特别是跨领域方面研究, 希望年轻朋友都能投入。 王宝冠是国立台湾大学气象博士,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大气科学博士, 曾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书36年之久, 近年才回到中研院, 专长为大气物理、大气化学。 王宝冠表示, 今日能受到许多杰出人才的肯定而当选, 真的是非常大的殊荣, 非常感谢同事、家人, 特别是老婆长期在精神与生活上对她的支持。 回到中研院这些年来, 除持续投入大气科学方面外, 王宝冠表示, 中研院同时还给她一个特别研究计划, 就是从中国历史文献中, 重建东亚国去两千多年来的历史, 这算是跨树里, 人们领域的研究, 这代表研究领域生生不息, 新的研究领域会一直从跨领域研究中生出来, 希望年轻人对这种跨领域研究特别有兴趣, 投入这方面研究, 王宝冠是开创深对流系统, 影响对流层与平流层相互作用研究领域的先锋人物, 且发现雷雨云顶的重力波碎裂机制, 并在云物理学、云动力学、 研究物理、历史气候四方向都有杰出贡献, 专长正好是将当前预测未来气候变迁中, 最大不确定性因子的云与研究不确定性, 降至最小的关键领域, 包含建立第一个精确的雨滴冲刷气胶粒子的数学模式, 证实格林菲尔间隙并将其定量化, 其研究结果已被纳入许多大尺度大气化学及气候数值模式中。